另一中日和半世界杯遭聚后,韩国求助国际足协,却被直接打脸我们都知道,2002年的世界杯,是韩国和日本一起举办的,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杯,也是首次由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。 其实一开始国际足协已经确定日本主办2002年世界杯,但当时的国际足联副主席郑孟准,坚决反对日本单独主办,表示韩国也将参与本届世界杯的身份,韩、日两国关于本届世界杯的举办权之争愈演愈烈,郑孟准步步紧逼,毫不妥协,国际足联最终采取折衷方案, 决定由韩国和日本联合举办2002年世界杯,这也就导致了之后的世界杯可以两国或多国共同举办的局面,当年的世界杯韩日举办的非常成功,正因为成功,韩国队一直希望可以再次举办世界杯,不过这次他们希望可以再次联合日本和中国一起举办,毕竟国际足协也说过可以多国举办,至于韩国为什么不自己举办世界杯, 原因可想而知,因为他们的财力问题没办法做到,对于韩国希望跟日本一同举办的想法,直接被日本拒绝了,日本表示,他们有能力自己举办,不需要联合,意思也就是说,你想办自己去办,我们不会跟你合作, 而中国自然也不傻,韩国的目的很明显,就是想让别国出钱给他们尝名气,中国自然也有单独举办世界杯的能力,只是中国足球也不适合让我们去,举办世界杯,毕竟作为东道主成绩也不能太丢人, 被两国拒绝的韩国,并没有放弃,他们选择向国际足协求助,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国际足协直接来一句不干涉这些事,对于韩国希望跟中国日本联合举办世界杯,你们怎么看?